我们来看这道题,考察主存与CPU的连接 首先,地址总线这个信息 它告诉我们的是整个系统支持的最大寻止范围 那么这里,支持的最大位数是16位,也就是0到15 有两个点需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是最大寻止范围跟实际寻止范围 最大寻止范围由地址总线决定 因为这个线是做好的,做死在板子上的 如果要换的话,就要连整个板子一起换掉 而实际的存储中间,由我们实际上买了多少存储芯片来决定 可以不把所有的地址位数都用掉 但是如果所有的地址位数都已经用到了 而我们又想扩增存储的话,是没有办法的 只能把地址总线,也就是这个板子给换掉 换成地址总线更多的板子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是,关于每位地址的下标问题 习惯上,也就是默认是低位,就是低下标 而遇到特殊的体,比如说这个体 它会说明一下,它是反过来,高位是小的下标 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就好 第二步就是把存储芯片 这个容量信息对应到数据线上 这里四维就需要四根数据线 循止范围4k需要的是12根地址线 也就是把4k这个是进制转化成2的多少次方的形式 k对应10次方,4对应2次方 加起来就是2的12次方 那么地址线对应12根 而总容量也要做相应的处理 这里就涉及到数据位数是多少位的问题 可以说默认8位 或者这么去理解 这个16k大B的意思就是16k乘上一个大B 一个大B也就是一个字节 它是8位 当然更科学的是结和题目来理解 假设数据位是4位的话 那么相应的地址线就需要15根 这15根当中有12根用于小的芯片的片内选址 那么剩下的3根就用于骗选 观察下答案 显然它是用2根来骗选的 所以数据位是8位 对应的地址线是14根 最后就是骗选信号用哪几位的问题 默认是8位 所以这里用到的地址线总共是14根 其中有D的12根用于片内选址 剩下的A2和A3就是用来做骗选信号 这是实际的连接图 D12位用于片内选址 次高的这两位用于选片 还有最高的两位目前没有用到 以后扩增容量的时候再增加新的存储芯片 才会用到再高一点的地址线 接下来介绍一下整个字位扩展的原理 这是一个小的存储芯片的基本结构 里面每一个小方块都是一个存储单元 这里每一个存储单元都放了四位数据在里面 那么需要定位这些存储单元的话 就需要强硬的地址线 而定位到这个存储单元之后 要把里面的数据输出出来 对应的就是数据线 这里是四位就是四根 地址线的含义就是 总共有4K个这样的单个的存储单元数量 这样也可以理解刚刚的数据位 跟地址位的对应关系 同样存储那么多容量的数据 如果是一个存储单元 只要一个小的方格放八位的话 那么只需要16K个这样的存储单元就够了 如果一个存储单元只放四位的话 那么就只有通过增加可以寻止到的存储单元的个数 来保证能够存放那么多的数据 大家注意搞清楚数据位和选址空间的区别 然后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 先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要访问的是全零的这个位置 那么就相当于存储体 存储芯片当中的第一个小的格子 这个格子被这个地址选中之后 它里面的数据就会从数据线输出到其他地方 那么买到了这样的一个芯片 但是想要的数据位数是八位 怎么办呢 就是再买一片 然后再同时输入同一个地址 那么再取出刚刚的这四位的时候 同时也会取出另一片存储芯片当中的另外四位数据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八位的数据 这就是位的扩展 而除了数据长度会变之外 有可能出现一个芯片当中存储单元的数量不够 我们需要更多数量的这样的一个单个的存储单元 比如说这里从4K变到了16K 变成了原来的4倍的存储单元数量 那么就是买四组这样的两片一组的存储芯片 然后增加地址控制的信号 改变这两个控制信号就可以访问到不同组当中的小的存储单元 那么可以访问的存储单元的个数就增加了 这个叫字的扩展 而这个字的扩展我们是用高位来进行扩展的 需要借助一个叫做一码器的硬件 它可以把二进制的选通信号映射到十进制的选通信号 就比如高位两个地址都是零的时候 它的一码器的输出就是零的零号的这根线 那么零号这根线所连的这一组小的芯片就被选通了 这个时候低位不管是选到了哪一个单元 都是对应的第一组当中的 或者更准确的说应该叫第零组当中的 对应的那一个存储单元 从地址上反映出来的就是 这一组芯片当中的地址高两位都是零 零和零 对应的第一组高两位是零和一 后面两组分别是一零和一一 那么就是人觉得可能中间随便选两位 甚至不是相连的 不是相连的两位 随便选两位来作为选通 都是可以工作的 那么确实是能工作的 但是就是对于设计不太友好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在连续的地址输过来的时候 可能访问这边访问了两个 然后突然就跳到这边对应到另外一个位置 去访问其他的地方 这样就无法预知自己的数据是存在了哪里 也不利于初学者去理解人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做这类题目的时候都是默认高位选片 而大家看到后面的章节可能会发现还有一种低位选片的方法 还能做速度上的优化 也就是低位体交叉存储器 我们把它拿过来跟这个比较一下 这里大家要注意的是 这些设计单元叫做存属体 一个存属体 当中就是由这样的结构 再加上一些计存器控制器来组成的 也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需要管理的单元数量比较多的时候 用高位来进行选址 是比较利于逻辑理解的 而在此基础上做成的小的单元 可以进行一些变形的骗选设计来进行速度的优化 比如说用低位来选的话 连续的地址访问的单元就分散到了不同的存属体当中 这样在一个存属体处于恢复时间的时候 另一个存属体是可以工作的 可以提高存取效率 这一优化是在刚刚高位选址的简单扩展 自卫扩展的设计基础之上的 而不是在自卫扩展的时候就采用低位选址 大家注意区分 那么这道题将解结束